欢迎来到我今天的非常完美 今天的这一期非常完美呢 我觉得是一个原型的非常完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今天的非常完美就是一度爱用我的总结 我选取了一些些我去年觉得蛮好用的 然后我自己也一直在用的一些产品 当然不是全部啊 我只是选了一些些 然后给它归了一下下类 首先呢 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的感谢 喜欢非常完美这个栏目的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然后喜欢我给大家分享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 其实平时就是比较喜欢给身边的人 去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真的很开心 虽然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好用 但是至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适合还是不适合 但是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定期的会收看非常完美的这个栏目 除了非常完美这个栏目之外 还有非常感谢大家支持王菲菲本人 我其实有经常看到在某书某宝 对等等等等等等其他的地方 有看到很多人说是 推了我的推荐然后才去买的 就是很开心 像我上次有跟大家有提过说 如果你是看了非常完美的这个栏目 去买东西的话 请你一定要记得在上王菲菲的大名 证明一下出处在哪里 支持一下这个小小的另外的一个事业 但是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 对我来说真的帮助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去年非常完美这个栏目里面 王菲菲平常用的觉得还不错的年度好物的这个分享 基本上都会有出现过应该是 首先呢先是肤肤类的 先从截面开始吧 好先是这六款 首先呢这个是直吹秀的这个卸妆油 我之前有在某书上有给大家推荐过 我自己觉得也经常用的一款卸妆油 母温和 另外一个Bobby Brown的一个卸妆油 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好用的 因为今天是那个年度爱用我的好物分享 因为它用的比较早 所以我就选了它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个是纯植物精油的一款卸妆油 如果想要详细了解的话 可以去我的Facebook去看一看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不用说了 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爱的 现在应该用空了 据我收集空瓶应该有一个六瓶左右吧 这个呢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 一个牛奶的水油混合的卸妆水 就是摇摇卸眼睛跟唇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会蜡眼睛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真的眼睛还挺敏感的 我用是很OK 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 每个人的眼睛的敏感度不一样 也许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有刺激 但是我是觉得很温和很好用 然后呢这个就是理肤全的洗面奶 理肤全这个牌子呢还是非常适合油性皮肤的 并且还有适合长痘痘的一些皮肤 像海南的我的很多朋友 他们都有在用理肤全的这个牌子 夏天用还蛮不错的 好接着就是这款的Sofina的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我觉得好用的原因是 它洗起来皮肤不觉得会那么干 但其实这款我应该是第一次跟大家有分享 在日本的时候买回来用空了一瓶 因为之后就会有其他的这些来用了以后 我就没有再回购它 但是我是觉得它还是蛮好用的 用完皮肤就是滑滑的 挤出来有一点类似褶梨的这个质地 挤完了之后就是不会感觉特别的皮肤有把干啊 或者是特别的色呀 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有些人有反应说 用完这款洗面奶就觉得说 好像洗不太干净 我自己还是觉得还蛮温和蛮好用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款 福利美娜的这款泡沫截面 就是我的挚爱 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早中晚都非常适合 因为它是特别特别温和的 这个泡沫的截面 因为它里面还有 所以我就可以挤出来给大家看 这些基本上很多都用光了 泡沫截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福利美娜的温和角质明露 这是我拍广告的那款产品 然后这款产品真的很温和 去角质完了之后 皮肤就是瞬间很光滑 我自己是经常有在用的 所以这大概是六款吧 在截面里面是我觉得 今年我用的很多 也还不错 然后直接跟大家分享的六款截面的产品 接下来呢 就是到了精华水的这个步骤 这三款是爽补水 有李富全的这一款 还有黄瓜水 我有拍广告的这一款 还有这个欧提利的葡萄活性精华爽肤水 这个我先隆重的说一下 这个其实我之前没有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最早的时候开箱有开过一瓶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用它 然后是夏天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它是有那种安树油的这个味道 清清凉凉 哇我就觉得天哪 瞬间毛孔被缩小的感觉 觉得就是特别的舒服冰凉 因为我经常说 如果你的皮肤经常是处于一个 温度升高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老化的会非常的快 特别是夏天还是冬天 我都还蛮喜欢用它 这款黄瓜水呢 真的是真人不露相 高人不显摆 就是这种感觉 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 然后性价比很高 然后一开始呢 我团队的其他人 没有在用这款黄瓜水 然后有一次他们在我的房间做脸 做完脸了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擦脸 他们就用了这款黄瓜水 他们说天哪 这款黄瓜水好好用啊 从味道 然后上脸的这个感觉 它虽然是有一点点稠稠 但是完全不觉得你是 那种绵腻的这种质地 就是非常清爽 然后我妈妈也说特别好用 这两款都是特别适合在海南使用 都特别特别的清爽 就是完全没有负担的这种水 美肤泉的这款也是 特别适合在海南使用 比如说你最近的皮肤 长了一些痘痘呀 有些过敏啊 或者是出了一些其他的状况 我觉得它是能够起到一些 调和你肤质的作用 在姐姐那段时间嘛 经常用的这一款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接着就是这个寡泰原液 我现在应该有用空的漆瓶了吧 我用这个用的超费 我恨不得把我的脖子全都涂满了 它其实不用用水也可以直接用 然后也可以在水之后用 去年年头开始就一直狂暴的 就怎么都不好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可能改善你的那个水油混合的这个平衡 对 然后慢慢慢慢我的皮肤就开始恢复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坚持用还是能够看到效果的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款 真的去年一年一直都在用的一个产品 然后接着就是Cecilia的这一款 它虽然是精华 但是挤出来也很像lotion 非常的轻薄瞬间就像水一样 特别的温和 非常容易吸收 就是很舒服 然后味道也完全没有负担 这个是真的我很喜欢的一款 OK 以上就是水跟精华的分享 哦 忘了给大家分享那个去豆的 说到寡泰原液 还有一款就是这个天然本草去豆糕 这款天然本草去豆糕呢 是金晨小姐姐推荐给我的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还蛮好用的 去年一年在我豆豆被困扰的非常严重的 就在时间里面 我一直都有在用它 就跟那个寡泰原液一直搭配的反复的使用 现在我的皮肤我是觉得已经 就是基本上回来很多了 就是没有这个豆豆的困扰了 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但在哪里买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可能需要再找八尺 好 接下来就是眼霜的分享 我选的是这三款 我觉得很好用的眼霜 这款眼霜呢 是我很早很早之前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科研式的这个牛油果的眼霜 一开始是荷原原买给我的 在年税店买了两盒给我 然后我以前是一个不太爱用眼霜的人 但是姐妹妹我告诉你 不管你今年多大就一定要用 而且趁早来保养你眼中的这个皮肤 眼霜真的很重要 而且选一款适合你自己的眼霜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尝试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眼霜 但是我觉得眼霜也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肤质啊 我觉得这三款好 但是有些人可能用起来就是 我会长脂肪力 会有这样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说不定这三款里面就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然后首先我来说这个牛油果的这款眼霜 它是一个淡绿色的这个膏体 已经没有了 我全部都用完了 刚开始擦的时候 我说妈呀 这个怎么都涂不开啊 过了一回它就开始融 就是你皮肤的温度开始让它融了之后 它就像一个薄膜 就是贴在你的这个眼中 它不是那种非常易推开的这种质地 但是推开了之后 到第二天早上洗脸的时候 还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它还有在上面 这个是我的入门眼霜的其中的一款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价格也还不错 性价倍非常高的 三百一的这个科研式的牛油果眼霜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还没有开始用眼霜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现在就是到了UNI SKIN的这个眼霜 开家全部破浪的姐姐之前 他们有送给我的 然后我就开始知道了这个牌子 我就开始用我说 诶还蛮不错的 它是有一点点淡黄色的这个质地 非常的易推开 很容易吸收 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一款眼霜 如果你是一个入门级的 要选择涂眼霜的姐妹们 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还蛮适合的这一款 三百左右 我记得没错的话 如果要是有优惠的 应该也有两百多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然后接着我再来隆重给大家推荐 雅诗兰黛的这款白金眼霜 真的相见恨晚的一款眼霜 非常的爱它 之前我就是用小中瓶 也用得比较多 但是这款眼霜 我去年开始用它之后 我这个老天爷 我现在就是没它不行 我觉得太好用了 除了贵没有任何缺点的一款产品 又易推开 又容易吸收 又滋润 就是眼睛完全没有负担 我眼睛也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人 涂得很厚 也没有觉得会有辣眼睛什么的 整体就是非常的舒服 我坚持用了一段时间 就我眼中下面的细纹就没有再增多了 然后明显的有慢慢慢慢的开始变淡了 981品就差不多1000 价格有一点点小贵 但是它真的值得 目前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好用的 你的眼睛也是比较敏感的话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我给我团队的其他人有使用过 他们的使用感受也是觉得土材很舒服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爱的一款 雅诗兰黛的白金面霜 OK好眼霜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就是我的cream的部分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首先来给大家隆重的推荐 铝奶面霜 我好像从来没有给大家分享过 是吧没有给大家分享过 因为你们买不到 因为我也买不到 我想买也买不到 真的 BNT做的一个铝奶的面霜 我应该是用掉了三瓶还是四瓶了吧 真的非常的好用 最重要的就是它性价比很高 之前我韩国有录那个美妆节目 他们又给了很多的产品 包括这个铝奶的面霜 好像给了两盒还是三盒 还把送了两瓶给我另外的一个朋友 我说是铝奶的 我说我当时上节目的时候 其他的嘉宾觉得还蛮好用的 他说那我试试 我说你确定吗 我都还没开始用 他说给我试一下吧 他们就拿走了两瓶 然后送了一瓶呢 何圆圆女士她就没有面霜用 她就用了这个铝奶的面霜 因为她当时在录节目的时候 她很喜欢这种奶味 我说那你来去用吧 我觉得好用你再告诉我 她用完第二天她跟我讲说 姐真的很好用 用到第四天的时候 她跟我说姐真的很保湿 非常保湿 我说这么夸张吗 那么好用呢 然后她说真的很好用 你试一下 我说好你拿给我 然后我就开始用了 然后用完以后 第二天起来也是 我就跟她讲说 这么便宜还这么好用 然后她说对啊 我就说快看一下 我裤子里面还有多少 一过去一看 她说姐没了 啊为什么没有啦 然后她说因为你都给别人了 我说哈我给别人了吗 我自己都忘了 然后她说对啊 上次谁是谁来 不是说拿走 那个时候我其实 我的那个库存里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货 还有这么多选择啊 当时真的面霜就是没有多少了 然后她说对啊 你全给别人了 我说天哪 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看一下怎么买的 我就上那个某宝橙色软件去看一下 哎没有 她说以前国内还有的卖的呀 怎么会今天就没有了 我说不可能 你去看一下肯定有 她说真的没有 然后就上咸鱼去看 咸鱼 哎六十块钱一盒 我说六十这么便宜 不是一百多吗 我记得是一万多还两万块钱韩币 她说对啊这六十靠不靠谷呀 然后两个人磨磨叽叽磨叽叽没买 然后接着人家就卖掉了就没了 我就啊怎么办呢 还好当时她有留了边梯那边的联系人的电话 还有就是问朋友 我就问朋友说哎不能买得到 然后朋友就说那给我们寄一点点来 然后好像就寄了大概六瓶好像 目前也是快用完了 就给我们团队小伙伴他们人手一瓶 他们都觉得特别的好用 然后这款真的驴奶面团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的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面霜 特别保湿 面霜从价值开始分享啊 接着就是这款AT Cream 我之前有好像什么收拾行李的时候有给大家大家说了一嘴这款面霜 这个面霜呢是这样子 这个牌子呢是我应该从练习生开始就去的一家皮肤科 然后他们这个皮肤科的院长姓文文院长非常非常爱我 真的很喜欢我 然后每次去的时候他都对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有时候赠我一个产品 他就每次跟我讲说 呸呀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讲我给你东西啊 哎呀那我现在讲出来是不是大家等一下都好有问题 他说哎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给你东西啊 连我亲姐姐来这里买产品都只能拿七折 我说啊不是吧 他说对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给你东西 我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他说我东西研究很麻烦的耶 我很贵的耶产品 他就一直在那里讲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给我一个贵妇的面膜也不叫贵妇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拍婚纱照之前 他们会等一周的护理 Skin Care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在那个Skin Care管理里面的一款很贵的一款面膜 做一次是一千块钱但我不知道多少钱一片啊 我跟你讲他们家的医院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人去他们家做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做的话明显效果就很好 但是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自己状态不好还是怎么的 我这么多年来他没有过敏过 就在他家用的那个贵的那款我就开始过敏 然后他这样哎呀哎呀再掉再掉 我说可是很贵耶 他说你就用不了这种贵的东西 他浪费我的面膜 我以后不会给你用这么贵的东西了 你就用这个便宜了 不是那段时间可能是我自己的状态也不太好 然后他看到我皮肤状态不好 他就说那这次就让你用个贵的吧 就是补一下你吧 没想到补过头了 我跟你说但是他们家的产品真的非常的好用 他们家防晒霜巨好用 然后还有这个AT Cream 然后每次去我皮肤只要一过敏 文员长超可爱 Ella Faye 你跟我说一下你是不是又换产品了 我就说哎好像是哦 他说跟你讲让你不要换产品 你还换产品乱用东西是吧 然后我就说哎呀那我又没有了嘛 是不是那我又没有了 你让我怎么用啊 然后他就说没有了吗 我上次给你的不是刚给你吗 然后他又跟说哎那好吧 那我再给你一瓶 你不准告诉别人 这条非常完美波就去之后 应该很多人想直接过去打电话发信息给他吧 如果有认识他的 真太好笑了 你为什么给飞那么多 你为什么就不给我 可能院长然后下次他可能就不再给我了 OK然后接下来就是贵的两款面霜了 就是这个 EVDES和LAMAR的这两款面霜 很多人就跟我讲说LAMAR很好用 但是我一直就会有一点点心理的抗拒说 他为什么好用就这么贵 然后又感觉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油 他不会有保质吗 他不会起痘痘吗 他不会起脂肪力啊 他不会长这些吗 但我朋友说他都不会啊 可能这条非常完美的视频出来了之后 Queen姐可能想骂死我 Queen姐可能直接提到来我家 因为这瓶LAMAR是他2019年的生日礼物 他跟我说飞真的用赶紧用 他一直都用这个 这个LAMAR的这款面霜真的是去年下半年 我才开始有在尝试用 因为之前有用他们家的 然后一直没有尝试这个高端的贵妇级的面霜 后来我其实也有用了其他的贵妇级的面霜 就是特别的滋养 就可能在你看你皮肤状态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可能才会适合用 然后比如说像夏天可能就是太滋养的话 我的皮肤就会有点负担过度 这样冬天可能就还好 然后对于这个高端线的这个贵的这个产品 我就是一直都没有说太需要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一直放在我的柜子里面 然后上次就拿出来用了之后 我整个人都要惊喜 真是不愧是他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他这样子 用了以后你的皮肤确实是有一点油油的感觉 但是第二天起来真的皮肤很滑 完全没有说什么长什么脂肪粒啊这种东西 真的是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款面霜 在他的同等价位里面的贵妇级的面霜 我真的是还蛮喜欢这一款的 然后接着就是Evidence 伊菲丹 这款面霜很舒服 他们家的面膜都会我跟大家分享 还剩一点点 你别看感觉好像剩很多 他马上去见底了 底就是在下面薄薄的一层里面 这款面霜就是我味道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特别特别的滋养 然后用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 它不是那种油性的 是那种乳的质地 然后特别舒服 又很保湿 帽子够不贵 然后它会稍微再便宜一点 1000多 BABY好像是 然后这款好像是800 然后这个是100多还是200 好 面霜到这里结束了 面霜真的说了太多了 接着就是到我的面膜 面膜呢 我今天就挑选了这两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也有其他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是但我觉得真的这样子的话 时常用的太多了 我觉得挑两款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的 这款幸福面膜是我从以前在韩国就一直有在使用的一款涂抹式的面膜 价位应该是在2000左右 算是一款极旧的面膜吧 我是觉得用完了以后 皮肤变白 皮肤有变体量 然后皮肤有变细腻 这款是我用过觉得还不错的 然后就是这个一飞蛋 哦 EVです 这款面膜 真的太好用了 这是我用空的第一瓶 然后现在快用空还有一瓶 是有点发干绿色的这个质地 冰冰凉凉的 我如果要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过敏漆 一点点小小的红点点和小白头 我就马上用它 然后就觉得瞬间皮肤变得很冰凉 很舒服 有水 然后又降低你皮肤的这个温度 我真的是觉得它值得吧 值得这个价格 这两个也是我觉得还不错 今年特别喜欢用的两款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彩妆味的分享 首先是我的底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郑薛墨 郑薛墨的这款底妆呢 是我去年大概上半年 基本上都在用的一款粉底液 我基本上在《穷风破浪的姐姐》的节目里面 都在用这款粉底液 比我的色号可能再白个两个色号吧 然后就特别的轻薄 特别的保湿 特别水润 接下来呢还有这个MAC的这款 其实我之前有在我的Facebook有跟大家分享 还有他们家的刷子 特别的好用 我今天的这个底妆 就是用了他们家的这个粉底液 因为我是滚牛皮 它就是涂起来特别的奶油肌 我基本上用这个粉底液 一整天不太脱妆 不太刮妆 我用起来特别的吃透 能够吃掉这款粉底液的感觉 就好像变成原本就是我的皮肤 完全不浮粉不刮痕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daily我经常都会再用 接下来就是这款 阿玛米大师的粉底霜 这个粉底霜是我去年的 大概冬天的时候开始用了一款粉底霜 特别的保湿 特别的湿润 但是它很遮瑕 而且它很白 很白 非常的白 我特别喜欢 冬天的时候用特别的好 接下来就是这款气垫 星空气垫 我现在是Muncheon的气垫的这个代言人 这个星空气垫呢 真的是我自从拍了广告之后 我就一直在用的气垫 其实我之前也有给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气垫 目前但是我只能说这一款 如果还想要了解其他的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一些好物的分享 这款星空的气垫 先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它的外壳 然后加上它的本质特别的细腻 上妆了之后也是奶油机的这种妆效的感觉 他们家还出了这款 极光气垫 为什么要叫极光气垫 因为它的这个外壳 你看啊 不同的光效下面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就跟极光一样 就是很绚丽多彩 它比之前的这一款星空气垫 它就加了SPF50加和PA3加的这个防晒的功能 就等于说防晒跟气垫二合一 遮瑕跟防晒一个产品就能搞定 因为这款气垫呢 它用特殊的这个技术 所以把它的粉质点磨得非常的细腻 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你肌肤的这种清爽通透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 你的妆感就会更加的持久 然后这款气垫呢 也是有两个色号 它写有101和201 我是用的201的色号 然后101的朋友 如果你是这种冷白皮 你真的是可以用在他们家的气垫 我们团队的小布 布鲁士 它就是超级无敌冷白皮 它就是用101的这个色号 很多白皮的朋友有跟我讲说 他们找气垫也是特别的难找 你们皮肤白的人难道跟我们皮肤黑的人一样 有同样的困扰吗 他们说对啊 因为他们太白了 所以他们找气垫色号也很难找 我说那我们也是 所以就是真的101特别适合冷白皮 特别适合皮肤特别白的人 也许有可能比我见过的白皮更白的人 那也说不定 给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这个是我的底妆的产品的分享 接下来呢就是遮瑕这三款 一个是The Sam的这一款 我是用1.5色号的 因为我的皮肤比较黑 真是我特别特别常用的 然后就是这个三扇 我应该是用24号 如果之前有看过我好无分享的朋友们 就知道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常用的两个遮瑕 还有一个就是Can Make Can Make是在我用三扇之前 一直都在用的一款遮瑕 我爱用的这个色号是C11的这个色号 最左边是粉色的 我一般都是用最右边的这个色号 它里面还有小刷子 我一般是遮瑕跟三扇的这个 两个一起用 颜色混合一下 然后质地混合一下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用 但是用Can Make的时候 我是直接就是用最右边的这个色号 是最符合我的 但也有人说Can Make的这个特别的干 就是有说干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用的特别的多 因为我啊基本上就是真的 特别薄刷两下 在手上再刷两下 然后再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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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拍在你的黑眼圈啊 还有你需要遮瑕的这个地方 就是遮瑕得这么遮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遮 这样子的话你的遮瑕也是慢慢 才会吃进你的皮肤 才不会这样子浮粉起来 对才不会显得干 我有跟大家说 眼底的遮瑕 一定不要遮在卧残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遮在卧残以下的地方 然后卧残的时候 你就单独化卧残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你的眼睛的这块的粉 一定是非常厚的 然后你的眼妆的这个卧残的那个纹路 一定是会卡粉的 眼中的这一块的底妆 一定要非常的轻薄 好底下就是我的三个遮瑕类的分享 接下来呢就是散粉类的 就是飞碟 还有一个是郑宣墨的这一款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YOUJIA 日本的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郑宣墨 这是去年我经常在用的 但用的最多还是这款飞碟 因为它首先它特别的包 粉质很细腻 然后上妆的时候说到这里 来来来来压个粉 这个粉铺是花花给我的 因为它里面没有配粉铺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小刷子的 上了以后弹一下 点在你经常出油的几个部位 不过你全脸都干粉 然后还会显得特别的干 这个是我真的上半年 经常用的一个定妆粉铺 就郑宣墨的 我用的是Clear Light YOUJIA的这个 我用的是透明的 白色的色号 非常的清透 它粉质 比这两个更加的细腻 但是它就是有一点不太方便 因为它不是粉铺 我在家的时候会经常用这款 在外面的话 我是会用飞碟会更多一点 这三款是我2020年 年度比较爱用的 影妆粉 好 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修容 这款产品 在我之前的好物分享里面 有分享过 BECCA的这个 BECCA的这款产品 在我的daily妆里面 我不太用修容 这有点翻耳赛 因为我本身皮肤就够黑了 真的不太需要有修容 可能有修容就打一点点在颧骨吧 然后就还有在旁边 就最快用一点点 就是起到一个修饰脸型的这个作用 去年下半年我用这两款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橘朵的这个 这个其实是花花推荐给我的 这两个一二号我都有过 是一般舞台上用修容用的比较多一点点 我用二号用的比较多 稍微浅一点点这个颜色 我看好多化妆师都有在用这款 某书上也有很多人推荐这款 我用了之后我是觉得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 这样多几次也不会显得就是结块显得脏 特别的小小 特别的薄 又携带起来很方便 而且它有深色跟浅色的两个色号 就对于新手来说就是很方便 就我不太用修容的人 反正这个对我来说就完全已经很够用 非常够用了 它是那种纯雅光的这种质地 它又自带这个小镜子 使用感特别的好 无论是舞台还是你的baby妆都非常的合适 以上的这两款就是我去年比较常用的修容 然后接下来呢 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眼影 我去年最常用的daily眼影 去年一年我除了录《成风破浪的姐姐》 在舞台上的这个妆容之外 我去年的时候其实真的非常的淡 还有就是我自从录了演员的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我连指甲都不爱贴了 然后眼睫毛也不爱刷了 我觉得天哪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美妆产品的 我现在连美妆都不爱画了 对不行 就回归歌手的身份的时候 我还是要滑丽丽的画我的彩妆的 这个真的是我去年我觉得就是平时的时候 出门随便见一个人 然后又有点精神啊 就会经常用的 首先是就这两款 Bobbi Brown的这个 这个已经用到了见铁皮了 这个是3号Banana 然后这个是14号T-O-A-S-T 我是先用Banana来打底 然后14号用来就是画一点点 破的这些位置 加深这个眼睛的这个轮廓 然后画一点点在眼下 这个NAS的这一款 它不仅是我的年度爱用物 它应该是我这一生的爱用物吧 真的是太好用了 就是淡妆也适合 是浓妆也适合 舞台妆也适合 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这个 S-U-R-A-B-A-Y-A S-U-R-A-B-A-Y-A 因为画细节也特别的好用 然后画眼线也特别的好用 在舞台上用来加深整个眼睛的轮廓 变得欧美妆 它也非常的给力 这个真的是我年度最爱最爱的眼影之一 然后就是这种笔 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 植存秀的 你看我现在已经用到这么短了 跟我的脸差不多大了 本来它这么长的 用了一半多了 哇 我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 我用的是深灰色 5号的颜色 然后还有小奥厅的眉笔 我基本上用的都是那种深灰色的颜色 然后呢就是UNI的这个 我新开的这个广告 我今天的这个眉毛 就是用了UNI的眉笔来画的 这款眉笔呢很多人都在用的 然后UNI的这款呢 它特别的细 携带起来很方便 有一些人喜欢用比较容易上色的眉笔 UNI的这款真的非常的上色 就是一画就出来一画就出来 深绣的会稍微淡一点点 就是要画多几笔它才会出颜色 然后这个真的是很推荐 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的 makeup forever的两个盖子都不见了 我用的是40号淡淡的就很适合平时来涂 好像你的眉毛原本就长这样子一样 好 我来分享两个眼线液 一个是CLEO的这个深灰色的颜色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新发现的这个 橘朵的这个真的非常好 很细 巨细 无理细 它是黑色的 干的速度也特别的快 然后特别的方便跟轻巧 加上它活色特别的好 然后画起来就是没有那种水字的这种庆出 不是一笔勾勒 完全不会有那种就晕开的这种水的这种感觉 画欧美妆的时候特别好用 完全不掉 非常用力擦才可以 接下来呢就是还有这个我的卧蚕三件套 就是先用这个眼影膏来打底 然后再用这个Toney Money的新版M21号 打这个这个卧蚕的这个部位 真的我跟你讲 你就是楚楚动人 你就是想让人保护你的这种女生 就会有这种妆感出现 这估计也是这我这一生最爱的卧蚕的这个神器吧 我真的很喜欢这两个产品 基本上我就是天天都在用 daily妆也用 舞台妆也用 广告也用 特别爱 然后接下来就是腮红 腮红就是这个斯芙兰的这款 秋色如你 我的天哪 这也是太耐用了吧 我已经用了一年了 它还不见底 还不见铁皮 一年都没有用过别的 不是广告 舞台 哪哪哪哪的 淡妆也都用它 真的是非常的百搭 这款颜色真的太好用了 Perry Pella的这款也很好用 它就很可爱 非常可爱 我之前好像应该也有分享 Perry Pella的这款 04号 它跟这个羞涩乳女有点不太一样 它有点偏沙漠玫瑰的这个颜色 但它是有点偏橘色的 因为我没有橘色的腮红 所以我觉得这款还蛮不错的 而且粉质蛮细腻的 很容易抓取 很容易上色 所以在打的时候 一定要很薄很薄的打 比这个更薄的打 很秋天很春天的这个颜色 我还蛮喜欢的这个橙色 因为我皮肤偏黑 所以橙色我一般不太去画 但这款的橙色是非常好看的橙色 接下来就是绵度口红 还有很多我觉得都很好看的 我就随便说几支吧 焦蓝的这个颜色 就是我大碗宽面的这个颜色 569的这个颜色色号 这款口 我的妈呀 我跟你讲 巨好看 我觉得我今天要厉害一点 就必须涂它 它就是会稍微有一点容易掉 就是要涂得厚一点 然后接着就是小胖丁的401 你看这也是给我要用光的一款 真的太爱这个颜色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 3CE的这款 IMMANENCE 就这款颜色 哦 我跟你讲 这个丝绒的这个口红啊 涂完就觉得自己气场全开 很有女人味 但又不是很轻浮的这种感觉 特别喜欢的这款正红色 蓝蔻的这款507的这个颜色 炎炎特别爱用的一个颜色 507 这款我经常在杂志 或者是想要带一点气场 带一点点很近 带一点点深人物净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会涂这个口红 而且有一点更深一点的红 深红色 也是特别厉害的一款颜色 很喜欢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这款25号 斯芙兰的这个 秋天的颜色 比枫叶再红一点 红钻色吧 因为秋天和冬天我穿大衣 我很爱涂这个颜色 会觉得自己很有气质 喝一杯红酒 就是穿了女子 大衣觉得自己是一个带风的女子 特别爱的一款颜色 然后呢 还有这个 Armani的这个鲜红色 黑管400 很好看 这个红色就更青春一点 跟小胖丁又不太一样 小胖丁稍微带一点点的 蓝调的红 然后它是这个鲜红色 Sunny Face的那款也很好看 但Sunny Face的那款 我放在妍妍那里了 那款也是我特别爱涂的一款红色 黑管的这个和小胖丁 和那个Sunny Face 天蓝调的那个红色 那三只口红是我今年 用鲜红色和正红色多的时候 基本上用的是这三款 然后用深红色 酒红色用的比较多的时候 是用这三款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三款是卡兹兰的 08号偷心蜜桃 10号 慕斯玫瑰 和9号意想豆蔻 这三个呢 就温柔 但是又有点气质的 这三款是我自己真的 蛮喜欢的 酒红沦线那个都不知道去哪了 用干掉 不见了 这款颜色也是正红色 我特别喜欢用的 然后这三款呢 是我自己 这个话比较温柔一点 广告啊 就是会用到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的这两款呢 是我新发现的 贝林飞 这个故事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55号和333号 这是55 333跟55 这种水润就特别像唇膏 而且刚涂一层的时候 就是很薄很薄 就一看就是容易掉洒的唇膏 就我是特别喜欢用丝绒制地的 然后刚开始就是 送我的时候 我说这个有点太发亮了 然后会容易掉 然后妈妈就说 那你给我吧 我就喜欢这种润润的 我说好那你拿走吧 然后在给他的时候 我就帮他试 我就涂了一支 当时我记得是涂了55号 然后涂完了之后 我当然没发现 我说这个也太润了吧 没有什么颜色不上色 然后我在帮他涂 帮他挑选它适合哪一个颜色 然后试完了之后 我回镜子一看 我说哇 我的天 这个太适合我素颜了吧 然后呢我就留下了这两支 其实还有两支 我忘了 因为现在我的那个口红盒子 特别的多 这两支真的特别适合素颜 但是就有一点带血色 好好看啊 然后像我在演员的节目里面 我拍的片段里面 就是有涂这个唇色 很多人会觉得像素颜 但是其实我有涂这个唇色 就可以当唇膏一样使用 比唇膏的颜色该重一点 就是生活类还没有分享 我迅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三款精油 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用的 头发精油啊 首先鱼子酱就不用多说了 非常好用 香味我极度喜欢 艾露的这一款 我用的应该是B 这是二号 受损发制会经常用的 这款是那个 我特别好的韩国的一个姐姐 她自己开的美容院 她自己研发的一个产品 我很喜欢很轻薄 然后香味也是很天然 这两款是我特别喜欢 然后这个也是卡丝的 这个是马卡龙 当时卡丝给我送了一个 马卡龙的礼盒 里面真的有马卡龙 还有杯子 还有三瓶这个精油 非常那种甜品的味道 就很可爱 因为它小所以容易携带 我经常出差我会带着它 这三款是我去年 一年我经常用了一个 头发的精油 然后接着就是 年度特别爱用的香水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Chloe的这款 爱之送哥的这款香水 只要它不停产 只要我还有 我都会用到一款香水 虽然它还停产了 但是感谢很多 爱我的朋友 现在还有在收集这个来送给我 这个真的是我 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款香水 我估计 如果明年还会有 年度爱用我的分享 它应该也还会出现在这个里面 然后就是这个 富马尔的这个摩登男士 这款牙膏味的这个香水 充满了八角树口水 为了这款香水 男生也可以喷 女生也可以喷那一款香水 这是我今年特别爱的 就简直就是白衬衫杀手 这两款香水 是我今年特别爱用的两款 然后接着就是 这两个香香身体乳 已经用完了 特别好用 就除了这个樱花之外 还有绿色盖子的那个 我很喜欢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呢 还有这个花果香 充满香味 它就是我的正价之宝 真的太香了 我太喜欢了 这个真的又便宜又好用又高级 这个真的一定要用它 而且喷一下就够了啊 姐妹们喷一下 喷一下 喷一下 好 以上呢 就是我2020年的年度好物分享的合集 我选取了一些些来给大家做分享 因为其实昨天我在选的时候 我一直还在跟何圆圆说 我说天哪 选这么少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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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很好用 那个也很好用 还有非常多很好用的 然后他就说真的够了 我跟你讲 等一下你讲一下午 你都讲不完 我说不会的 我刚从几点 两点钟 两个小时了 我讲了三个小时了 我现在嗓子都已经哑掉了 我已经喝了三杯水了 真的太疼了 其实呢还有特别多好用的东西 他们藏在我家里的各个角落 也许有一些还在花花很严严的手上 以上就是真的是我挑选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的 确实是还有很多也很好用的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我之后的非常完美的这个栏目 如果还不太了解我的朋友 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非常完美的栏目 我跟你们讲很好看 自己推荐一下自己 都是我的忠实的这个粉丝 每次播完了之后 我自己躺在床上看个两遍 然后看各种弹幕才睡觉 就是再一次的感谢 感谢所有的朋友 感谢所有爱这个栏目 爱王菲菲的朋友 然后喜欢我的分享 不管是你心仪还是不心仪 都特别特别感谢你的收看 也特别特别感谢你的信任 我会在2021年继续给大家挖掘更多的好物 然后分享更多的好的产品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爱你们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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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